那壺五百萬搶案被害謝姓女子 晚間在警局外狂喊自己是掉錢包 跟被搶後報警說自己遺失五百萬 態度大不同 警方偵辦後懷疑此案是黑吃黑 走在最前頭就是二十六歲 陳姓祖賢有賭博傷害等前科 後頭中心男子則有妨害電腦 妨害細字主前科 四名嫌犯被帶回警局 而還原整起案件疑點重重 他跟那裡跟什麼關係 他怎麼會跟他一起過去 信心被害人和友人 二十三號下午先在台北南港的銀行 領了五百萬 又到內湖行愛路第一銀行 領出一百九十五萬 上車準備離開 就遭到四名嫌犯持辣椒水猛噴 十五秒內搶走現金五百萬 這一切似乎早有預謀 警方調查後更發現 四名嫌犯和謝女同車的友人認識 懷疑搶案是內神通外鬼策劃 這位犯嫌犯的部分 應該是遭遇其他人 就害人害人害人 謝女被搶後 不願針對六百九十五萬現金說明 甚至要等律師到場才願意做筆錄 跟一般被搶的受害人態度大不同 而四名嫌犯拒絕夜間偵訊 是否是犯罪集團黑吃黑 警方也持續追查釐清 幕後是否有藏鏡人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